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爱国者二型飞弹呢 其实是美国的雷神公司 他们所制造的 那么它相当出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1991年的时候在波斯湾战争 碰上伊拉克飞毛腿飞弹 一战成名哦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让它现在在国际之间 相当多的国家都会使用 超过了12个国家使用J型的飞弹 但是爱国者飞弹在拦截地对地飞弹 跟飞行器的实际执行效能又是如何呢 是不是请齐大哥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爱国者是有一二三款嘛 而且每一款都还有这个改进版 我是粗略的来做比较 因为我们现在爱国者啊 是这个爱国二跟爱国三 是混编的都是都有的 那我们就来做爱国二跟爱国三的这个区分 爱国二一般我们都说 它都有一些相关的实战经验了 爱国三也有一些了 但是还是有差别 怎么差别呢 就是第一个 你知道爱国者二的话 它都是破片近距离的这个进炸的方式 不是直接这个碰撞拦截 是破片进炸的方式 这意思是说在碰击之前 撞击之前就已经先炸开了 全新炸开了 因为它的就代表它的这个精准跟识别不太够 没有办法正面就撞到它 所以这是差别 还有一个防御正面 你看我们看到了爱国者二的防御正面只有90度 它可以到120度 防御正面就更宽了嘛 所以当然这个在防御拦截面积上也会有所差异 那当然还有就是差这个目标的识别 爱国者二的识别比较差 所谓比较差就是它真的弹头跟那个诱标啊 它不太能识别出来 因为人家飞弹打过来的话 或是有诱标的 但爱国者三的识别能力就强多了 就强多了 再加上防御的面积 像爱国者二我们看到大概是200多平方公里 爱国者三可以到400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性能 还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二一车发射价只有4枚 但是爱国者三可以装16枚 你会觉得奇怪 怎么会这么多 怎么会有4倍 因为它的那个飞弹的尺寸小比较轻 但是你是16枚啊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快速反应啊 火力的密集提升 因为你一车只有4枚 它16枚 所以也就是说拦截火力 对就是大幅的提高 所以爱国者三 当然爱国者三也一直在精进 爱国者二也在精进中间 所以我们粗略来分爱国二跟爱国三 是有这样的区别 不过在本质上 他们都还是许末段低空的 基本上它的性质还是处于这一类的 主要在拦截地对地嘛 不过你刚刚讲了爱二跟爱三之间的差别 你刚刚说爱二是属于破片进站 当然它的精准度可能没有像爱三这么的好 这么好 但是相较之下 现在爱三是不是也已经具备直接撞击 跟猎杀这样子的拦截方式 所以爱三的设计考虑 它就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 然后现在这个美国也有一些的 很稍许的一些实战的经验啦 但是现在就是说 整个反导系统的发展 不是某一款能够扮演绝对性的角色 它是一个大的系统 你比如说爱国者系列是属于末段低空的 它还有一个末段高坑就是萨德 再往上推还有中段 所以它是整个从中段末段高空低空 整个把它绑在一起 像中段的就是那个飙山嘛 就是海基板的飙山就是打中段 是整个把它是一套形成的 如果中段拦不住 就是末段高空来一次 再拦不住就是末宽低空 它好几个层次下来 像日本就很明显 日本的这个陆基的就是爱国者 末段低空 但它末段的高空没有 萨德没有 所以日本希望引进萨德 所以它一跳跳到飙山了 就是它的宙斯顿舰 那是中段的 所以它中间有空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整个反导 不会是特别突出 当然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重要性 但是要从整个反导系统来看 的话才知道它的位置摆在哪里 不过您刚刚提到东亚最近 好像吹起了一阵测试风 当然包括您刚刚提到日本 其实日本现在航空自卫队 他们也特别最近有一连串的动作 这特别也是因应朝鲜半岛 这北韩的危机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就您的了解 现在如果说日本航空自卫队 他们在全国四个地区展开 爱三型这样防空飞弹的模拟测试 那这个用意又代表什么 那当然 今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饱和攻击 有人说 你导弹 你再有这些反导措施 如果对方攻击方 是一个饱和攻击的状态 你可能很难拦截了 所以这里面就有讲究 饱和攻击的定义 如果你攻击方的数目 不及对方防御方的数目 的话也未必你的饱和有效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日本的反导的能量非常的大 它的能量非常惊人 你比如说它爱国者的这个导弹 它有24个连 它有24个连 所以相当高 对24个连你说一个连大概56枚 像我们画一个连大概68枚导弹 因为有艾尔艾森混编 我们算68 我们给它算最少56枚 24个连就1000多枚 1340多枚 这还不包括美国的四个连 美国有自己有四个连 这是陆基的 它还有那个海基的呢 标准的 日本的话有六艘金刚机舰 就是宙斯顿舰 六艘 每一艘也有防空导弹 然后美国是七艘 拼得帮忙加起来 日本的反导的能量相当惊人 所以如果以您刚刚讲这个 高中低三个程度来估算的话 现在日本最缺乏的是哪一块呢 现在日本最缺乏的就是末段高空 就萨德 所以现在一直有了消息说 日本如果说是可以的话 它希望能够也把萨德引进来 可能性高吗 美国愿意吗 它有可能性 因为它是像萨德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X波段雷达 最主要它是 它像基本上是Mobile 就是那个地面移动的一个 X波段雷达是最好的 怎么说呢 就是它这个雷达 就是它的拳头不一定很 手臂不一定长 它眼睛可以看到很远 最主要是这个X波段雷达 日本在北部跟西部有两部 而且采取的是这个前沿部署模式 大概一千公里 在韩国的那个前沿部署 是可以探测两千公里 如果是末端部署 它有两种不同的部署的模式 末端部署也有八百公里 所以也就是说 萨德的利害是在于 它的眼睛厉害 它的眼睛非常的厉害 我曾经 我有大概大致算了一下 就是萨德如果在韩国部署 采取前沿部署两千公里的话 就意味着中国的东北 华北的导弹试射 它都可以侦测得到 所以很重要 就是你刚刚讲的 防空能力就是在这雷达 加上飞弹的部署 对 这样才能够 对 一个是防空就是说 你要先看得到眼睛 监测 但你拳头 不会比眼睛看得远 对不对 拳头我们只伸到这边 但眼睛看得多远呢 但是眼睛是重要的 你要在越远看到它 你的拳头比较好适应 才知道从哪边出拳 对所以这是两个 一个是雷达 一个是拦截的部分 好 您刚刚讲到这个 所以大家提到了 不管是SARDA系统 还是爱国者三型飞弹 台湾现在是I3跟I2混编 混编 但是这种所谓upgrade版本的 I3 台湾未来有没有机会拥有呢 那么这样子升级之后 对于对岸这样子的威胁 能够有效防阻吗 我觉得 我们先讲讲我们的这个 当然我们不可能是upgrade到美国 最现役最新版的 这个是比较难的 而且最新版的 还要经过很多的实战的测试等等 连美国自己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怎么会给 对不对 一定要成熟之后才能够提供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般的 我们因为是I2 I3 我大概粗略地看了一下 我们I2 I3 如果是I2的话 是五个 就是有五个发射车 一车四枚的话 就二十枚 那如果是I3的话 就是三个发射车 十六枚的话 就是四十八枚 我们算一连 大概有八辆车 是六十八枚 我们是这样算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有九个连 北中南各三个连 你这样一算出来 我们有多少 九零六十八枚 大概六百一十二枚 这是现在在架上有的 这个代色弹 我们还要加上库存弹 你不可能发射就没了 对不对 一定要随时能够 一般的库存要一比一 就是你现在实际在弹架上 这个架上有多少 你的库存怎么说也要一比一 我们大概就这么换算 大约一千出头 对大概就是一千多 那大概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能量了 那我们还不算这个 建载的标一标二了 我们就用陆基的 好 那现在就是 你说可不可以对付这个老共 老共大概对岸对付我们的话 就是东风十五 东风十一 但这两款就 这个射程就可以活力覆盖了嘛 其他就不需要 这样加起来 因为最近这个5月15号 美国国防部公布的 2017年中共军业报告 我看了 他特别把短程的 中共的短程的弹道导弹 就是从三百到一千公里 这个距离的弹道导弹 是一千两百枚 这是美国国防部公布的 一千两百枚 那我们呢 刚刚有算过 也这样的量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数量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他攻击的时候 怎么可能一千两百枚 全部发射 不可能的嘛 也没有必要 因为很贵 也没有必要 对你打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他如果用少量的 来攻击我们 如果我们的能量 能够充分发挥 看起来 也不是那么完全无助 我只能这么说 完全无助 因为我们有这个量 对不对 那不可能一枚 拦截一枚 一般我们讲 就是两枚到三枚 可能可以拦截到一枚 我们这样粗估的话 它量只要不要太大 不要用密集式的 发射方式 可以挨了机会 对 不要说多批量 也不会很大 最好是一种 警告性的打击 威慑性的打击的话 对我们来说 我只能说 我们不是那么 完全无助 不是那么完全无助 但你要量一大 那就没有办法 压力也跟着会很大 对 因为我们这个不可能 我们这个量 它的总量 就已经跟我们差不多了 那它如果量大一点 我们也不可能 这个整个来做反应 而且能不能 弹弹能够击中 也未必 所以我刚才说 我们用三个弹来拦截它 这比较是一个可靠的 所以也就是说 所以以现在很少量的 对台湾进行攻击 我只能讲 我们还是有望 来作为因应跟反制 好 至于中共对岸 目前还有哪些军事 跟飞弹的部署 先休息一下 稍回到节目 现场继续讨论